他是日本海军的二把手 率部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 重创太平洋舰队 却又因中途岛海战指挥失误被撤职 最后在塞班岛战役最后阶段绝望自杀 被追授海军上将军衔 他就是南云中医 1887年3月25 出生于山形县米泽市的信夫丁 父亲为旧米泽藩市南云中藏 由于从小就表现出不一样的成熟与才智 于是在1905年被送往海军兵学校 直到1908年海兵毕业 在同期191人中排名第七位 成为海军少尉后补生也就是剑西关 也就是从此刻开始 南云中医开启了他的晋升之旅 先后服役于加护级巡洋舰宗古号与新高号 以及装甲巡洋舰日进号 而后1910年1月被正式任命为少尉 在装甲巡洋舰潜艰号直勤 接着又在鱼雷学校与海军炮术学校受训后 于1911年12月南云升中尉 至战斗舰安云号服务 随后安稳地度过一年后 加入海军大学仪种班与水雷高校高等科受训 直到12月1日晋升海军大尉 成为战舰误导艺庄园 而后1922年调军领部被任命为参谋 1924年12月升中佐 1925年到1926年被派至欧洲与美国考察各国海军战术与装备 回国后任炮舰巡洋号与宇治号舰长 1927年到1929年则出任海军大学教官 1929年11月晋升大佐 历任轻巡洋舰纳科号舰长第11驱逐队司令 此时南云以舰队派而闻名 也就是主张对美营强硬立场反对裁军条约 1931年10月10日任军令部第一班第二克克长 在军令部为扩大权力提出军令部令及省部互设规定改正案 1933年8月4日任航空站叫范起草委员会委员 1933年起先后任重巡洋舰高雄舰长 战略舰山城舰长 1935年11月晋升少将 先后担任第一水雷战队司令 第八战队司令 水雷学校校长以及第三战队司令 1939年11月晋升中将 1940年任海军大学校长 1941年4月就任第一航空舰队指挥官 而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由于美国与欧盟国于1941年7月 宣布对美国进行禁运 于是日本决定做出南进战略 不惜与美国一战 因此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山本56决定攻击珍珠港 其目的是希望一举消灭 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主力部队 1941年12月2号 由缠门号上发出了 登兴高山1208的暗号电文 向出航的机动部队下达了 偷袭珍珠港的命令 日本出动飞机约360架 军架55艘 连续两次猛袭珍珠港的美国军舰和机场 击沉机伤军舰20余艘 其中有战列舰8艘 击毁机伤飞机260余架 致使美军的太平洋舰队主力 几乎全被摧毁 据统计死伤达到3000多人 尽管这让美国的海军力量损失巨大 但这也就代表此意让美国正式投入世界大战 并且在战事之中的记载来看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8艘战列舰 五成三伤 以当时各国海军是以战列舰为舰队主力的观念来看 太平洋舰队的战力是被击垮了 但当时美国的3艘航空母舰都不在港里 珍珠港的海军船屋与海军油槽也无损 因此他们可以立刻进行反击 并且改以航空母舰作为舰队主力 可这些都是后话了 此时的日本海军又把目光转向了印度洋 1942年3月26日 南云中伊命令6艘航母从西里伯斯岛南东方宁望湾出航 随后在1942年4月5日 派出125架飞机袭击了英国在西兰克伦坡的海军基地 击沉了辅助巡洋舰艾克托尔号和救驱逐舰特纳多森号 并炸毁了27架飞机 而后又在克伦坡西南方200里处 发现了英国重巡洋舰康沃尔号和多塞特郡号 于是日军派出俯冲轰炸机将两船击沉 接着在4月9日 第一航空舰队又攻击了西兰北方的军港挺克马里 但由于英军事先查探出了日军的计划 因此大部分的船舰都离开了港口 可英军航空母舰赫尔莫斯号之后还是被日军发现 由于舰上并未搭载飞机 没办法做出反击 因此赫米斯号与护航的护卫舰和驱逐舰 被击沉海底 经此一战 南云中一证明了自己的才能 但有句成语名叫俘获相依 为彻底消除美军航空母舰部队对日军的威胁 在山本56的坚持下 日本大阪营于1942年5月5日 批准了进攻中途岛作战行动 5月27日 南云中一中将率领第一航空舰队 赤城号 加贺号 苍龙号和飞龙号等四艘航空母舰 从驻岛博地出发 5月29日 山本56亲自指挥的主力部队 与由近藤信竹中将指挥的第二舰队 分别由驻岛与威克岛出发 这次 日本几乎调动全部兵力 用于这次作战 一共动用了约200艘舰艇 其中包括8艘航空母舰 11艘战列舰 22艘巡洋舰 65艘驱逐舰 21艘潜艇 协助舰艇的还有600余架飞机 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 由于南云中一的指挥失误 约克镇号和企业号发现了躲藏起来的日本航母 尽管日军迅速展开了防御 但赤诚号 加赫号 赤龙号还是遭到了重创 并且由于赤诚号受到重创 南云中一暂时无法指挥舰队 因此第八战队司令 阿布洪义少将向飞龙号下令立刻反击 于4日中午暂时瘫痪了约克镇号 等南云中一终于转移至轻巡洋舰长梁号后 重掌指挥权 但还是决定以搜救三艘被瘫痪的航空母舰为主 可紧接着约克镇号的侦察机就又发现了他们 于是企业号与大黄蜂号放出飞机 瘫痪了飞龙号 就此四艘航空母舰在4日与5日分别沉默 而山本大将于4日晚间解除了南云的职务 从此之后日本海军的攻击力量再也没有恢复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 美军于1942年8月7日登陆图拉基岛与瓜达尔卡纳尔岛 夺取了岛上机场 日军为夺回瓜达康纳尔岛 计划使用第二舰队与第三舰队 互卫日本陆军部队前往瓜达康纳尔岛 由南云中医指挥 虽然这场战争中日本取得了胜利 击沉美军航空母舰与驱逐舰各一艘 重创一艘航空母舰与两艘驱逐舰 此外还击落81架美军战机 但这场战术胜利的代价极高 因为日军损失约100架战机 曾参与攻击珍珠港的老链飞行员 至此几乎全部阵亡 另有两艘航空母舰与一艘重巡洋舰重创 此战之后南云被解职调回国 任佐世保镇首府司令官 直到1944年3月 由大本营任命为中部太平洋方面舰队 兼第14航空舰队司令官 驻地塞班岛 可这时二战盟军的胜利基本已经确定 经过三个星期的战斗后 日军在岛上的残存兵力仅剩约3000名 南云中医为7月7日万岁冲锋做表率 于7月6日晚上约10点切腹自尽 一旦名将就此陨落 直到今天 人们对他的评价依旧是保贬不一 有的人说他是个勇猛富有决断力的人 也有人说他是抗日欺侠 大家对此有什么想发表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对于本视频不尽完善的地方 我会在评论区一一补充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